今集的獨海浮沉是講相機 還要講一部舊的相機 相機加鏡頭 這部舊的相機是5D Mark II 有沒有搞錯 還說5D Mark II 出了Mark III 出了5DS 出了5DSR 接下來好像說3月中 即是下個星期還會出5D Mark IV 發佈 為什麼要說5D Mark II 是因為他回來了 他去哪裡了 就是他進了廠 他進了廠 為什麼進了廠呢 我是有一天用一下他 我現在還在用中 剛才說的新的5D Mark II 是沒有的 我現在還在用5D Mark II 我有一天拍照的時候 Kick Cut 他的翻門不彈上來 然後沒有反應 然後拔電等全部都沒有反應 我就知道我真的用到他精盡人望 因為他應該是超過了15萬張 在這這麼多年裡面 那有多少年呢 我開始拍照的是07年 我第一部機是S5 Pro 是富士的 用了年多之後 就出了這個Nikon D78 因為富士是用Nikon鏡的 自然而就用了 升級就升了做Full Film的D700 但是一出了5D Mark II 又可以拍HD片的時候 就全套Nikon就放了 就換了做Canon 加上Canon拍女生相就比較juicy 那些女生又開心一些 所以就轉了做Canon 轉做Canon那時候 應該是08年尾09年頭 上下吧 距離現在已經是七八年了 就是已經 這部機我已經用了七年到八年了 他就是我拍照生涯裡面 暫時壓得最多like 以及拍得最多女的一部相機 所以我對他有感情 所以他精盡人望 我是負責任要去整他 結果整了我四五千塊 因為換了底板 為什麼換底板 因為mini jack壞了 換了快門 剛才說快門沒有反應 又換了快LCD 因為快LCD的面子又花了 可以換那些都換了 又清潔了CMOS 是因為我對他有感情 所以我要整 因為我用他的圖中 我拍了很多我認為好看的照片 他是陪伴著我成長的 而我不覺得 換了一部新機之後 可以代替了這個感情 因為其實我覺得拍照這個嗜號 也是一個自我發掘 自我培育的過程 我覺得我用他我會開心 用他又順手 我試過的 我不是沒有試過的 我試過沒有安分手機的 我想去試 我試過6D 我試過5D Mark III 我甚至試過Sony新那部 不是A 那些人讀A7 應該是讀Alpha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他其實應該是Alpha 是的 我有試過其他相機 但是拿上手 總是覺得不適合用 所以就 用這部 陪伴了我 整七八年 陪伴我成長的相機 那還要 他做完回來之後 還要更多一支鏡 就是現在這支 Sigma 35 1.4 Art 鏡定焦 我之前都出帖子問過大家 好不好買 結果我是沒有後悔 但是買之前是掙扎了很久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對35mm這個賭 是有少少扣了分 因為上次我買了一支Canon 35 1.8 那支鏡其實功能很齊 又ultrasonic又防震 其實是一支很多功能 很好用的鏡 又夠短 沒有那麼大 短了一節 其實手感是很好的 但是拍出來 為什麼我沒有什麼感覺呢 我去完美國 一轉就拿一支35拍 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一回來 我就放了那支鏡 所以 人夾人員也 我不是彈一支鏡 用是沒有問題 反應很快 但是就 令到我對35mm這個賭 就減少了興趣 但是 到了我上兩個月去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 咦不是你 又想買一支新鏡 去台灣拍照 那我又不喜歡變焦 那24日在台灣 我要拍照 那50就有了 我有一支Sigma 但不是art的 都很滿意的 所以 算了 都是想買 買一支35art 試一下吧 沒有試過art 不好用的 最多回來又放了它 因為這支架都有價有市 放二手 結果 一拍 咦 有感覺 這支 Honey又多喜歡 小喬 又多喜歡 OK 拍到大家開心的照片 所以 就夠膽 推介大家 可以嘗試一下這支 art的35 1.4 因為它 我有心動過 看看要不要買一支85 和50 但是 等這支鏡 我先用到門 現在沒有用到門 現在很開心 35 做Snap 是很開心的 不過就要提一提 大家一定要試 還有它Full Film 是35 你不是Full Film 就別搞 你不是Full Film 就已經不是35 那它對落 好像還有一支 24和20 你們可以看一看 但又是超重 那這支鏡 去買的時候 你最好帶自己的手機去試 因為它很出名 是會走焦的 而且如果走焦 又要回廠KO 但是我很幸運 不知道我這支 是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這支沒有問題 可能 因為我 我有試的 我有試 然後 即是我在現場試 試完 我在哪裡買的 我在天場買的 我在旺角天場買的 試完 沒有東西 那我就買了 但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 就先試清楚 那我這一集 其實不是推介任何東西 我這一集 其實想說的主旨就是 如果有一些機器 音響比較少 有感情 但是如果相機 因為相機 你通常 尤其我拍攝人 是和一些朋友 有一些美好的回憶 在這部機器那裡 那 因為有感情 所以我覺得 就算它壞 也不要扔它入冷宫 現在還可以做的 就先做了它 就不一定要買新 糟了 這些被廠商聽到 真是打死我 叫人不買新的東西 是啊 怎樣 如果有舊的東西 用得 有舊的東西 用得順手 有得做的 繼續用先